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3年9月25号星期三 农历8月21 欢迎收看游戏新闻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被誉为中国五大最具魅力梯田之一的联合梯田 是农业部公布的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 昨天14名欧盟、法国、韩国、匈牙利、玛里、秘鲁、金巴布韦等国家的驻华外交官 国际机构驻华代表到联合梯田参观考察 感受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农业部省农业厅有关领导 县领导武斌、杨永生、林建兴陪同参观考察 他是自宋朝以来1300多年间鲜明使用木梨、锄头等简陋工具 在险峻雄伟的荆棘山中创造的生产生活实践结晶 充分展示了游戏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和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东边、云山、夏云、连云等联合梯田核心景区 外交官员们纷纷登上观景台俯瞰梯田 感受游戏的山水灵动 品味游戏的人文底蕴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感到印象非常深刻 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聚化非常好 道路上非常干净 同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农业的质量非常高 现在我们还看到这样美丽的情景 可以让人们继续发挥他们的能力 有机会可以促进本地产品的发展 我非常确定中国农业的发展 最后我十分高兴能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样好的发展状态 对我所看到的感到印象非常深刻 对我所看到的感到印象非常深刻 我能感受到经过一个历史久远的文化传统 可以带来很高的产量 同时希望可以继续发展传统农业产品 农民可以继续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城市绿化 从这次参观中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景色也很美 非常特别 我认为保护梯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联合乡 农家盛行打瓷巴风俗由来已久 外交官员们走进农民的家里 体验农家生活 享受田园乐趣 是我人生一次经历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同时我们也非常享受这次的午餐 景色非常好看 饭很好吃 非常友情 非常喜欢 谢谢 浓厚的历史文化地韵 绿色生态的自然环境 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 给考察团一行留下了美好印象 在参观考察中 县长杨永生还向考察团一行 介绍了游戏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考察 让各位嘉宾更加了解游戏 关注游戏 宣传游戏 成为游戏和各国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的使者 推动游戏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 不断迈上新台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